OK 那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測試舊的硬碟 那個硬碟 OK我們先來測試一下我們舊的硬碟的速度 我們先來看看舊的硬碟的速度 先來看看舊的硬碟的速度 所以它就用一個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舊的硬碟的速度 那它的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我們舊的硬碟的速度 它直接用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我們舊的硬碟的速度 那我們直接用USB Type-C的線直接接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來傳輸這一個G58的檔案 OK那我們就直接先來測試一下我們舊的硬碟 那我們舊的硬碟的速度呢 我們直接用一條USB Type-C接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來測試的檔案是這一個最大的5GB的檔案 我們就傳輸這一個神奇的影片檔案 然後來看看它的速度會多快 然後需要花多少時間呢